下面我们请大家看财务战略选择 在我们旧材当中 关于财务战略选择 主要是讲了两个模式 一个是基于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财务战略选择 那么关于这种模式 要求大家掌握 其实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它的一些经营上的特征 那么有哪些特征 经常在选择体大中考察到 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 给同学们做了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看 在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就导入期、长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首先我们看 从经营风险角度来讲 有什么特征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成第二章就曾经讲到了 第二章 我们讲到产业生命周期分析的时候 曾经讲到一个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法 我们说 这四个阶段 这个经营风险是从高到低的 也就是说 导入阶段的经营风险非常高 成长阶段是较高 成熟阶段达到中的 衰退阶段 经营风险最低的 那么 第二个特征是财务风险 我们说一个公司的风险呢 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我们说经营风险 主要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战略 也就是说 你不管在哪个产业 哪个行业 从事经营活动的 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呢 你的息息切利落 总是面临于一种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所以我们说 建议风险是客观重建的 那么这次基础上 你在建议活动过程当中 你所需的资本 是如何筹集的 你是这有股权资本呢 还是有财务资本呢 我们是如果资本结构当中 从这一财务资本的话 那么股东呢 就常在一种查财风险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财务风险 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要想确保公司的 总风险不变的话 那么你的建议风险和财务风险 应该反方向搭配 就是说 你高的建议风险 应当和低的财务风险下匹配 或者说低的建议风险 和高的财务风险下匹配 那么这种反向匹配 就可以确保公司做风险不变 所以建议风险 既然是由高到低 所以呢 在这四个生命周期阶段 拖插情况下 财务风险应该是由低到高的 第三个特征 是资本结构 我们说资本结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财务结构 也就是说 你在资本构成当中 你主要是以 股权资本筹集为主呢 还是财务资本筹集为主呢 还是二者结构呢 那么我们说 从资本结构上来讲 在倒入阶段 你的财务风险非常低 也就是说在倒入阶段呢 你的资本能源当中 主要是靠权益筹资 或者叫股权筹资 几乎是无负责的 那么在成长结构的时候 我们说 你应当和低的财务风险 相配派 所以你的资本构成当中 应当是以权益融资为主 权益融资为主 财务融资为辅 那么在成熟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说财务风险 达到重大程度了 那么你的资本结构当中 应该是权益融资和财务融资并重 当然这个权益融资当中 你主要是靠外部蒸发普通雇类筹呢 还主要靠内部利弱流传呢 我们下边又讲到 在成熟阶段 你的股权资本来源 或者就权益资本来源 主要是靠内部利弱流传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保留英语 而不是从外部去蒸发股票 因为从外部蒸发股票的话 在成熟阶段 到头于是非水流的未人铁了 而且容易封杀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在成熟阶段 你的权益资本来源 主要靠股权融资 主要靠流传收益 那么在衰退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说你低的经验风险 就可以和高的财务风险下配配 所以在资本构成当中 主要是以财务融资为主 第一四个特征 资本来源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在导入阶段 你的资本构成当中呢 主要是权益融资 几乎是无负债的 那么我们说这些导入阶段 你的权益资本来源 主要靠什么 我们说主要靠 引入风险资本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 引入风头 那么在长长阶段的时候 我们说还是以权益融资 股权融资为主 那么那个权益融资 靠什么途径呢 我们说靠私募或者是公募 私募 公募什么意思 私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要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或者是要入私募股票投资基金 公募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开募集 就IPO 通过公开发行股票 比如萨斯来筹集股权资本 那么这些成熟阶段 这个大家讲了 应当是权益融资和财务融资并重 但是这些成熟阶段的时候呢 由于公司股价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发行股票去融资的话 我们说这个发行价格定价定不下去 所以要筹集一定的股权资本 就意味着要发行更多的股票 那发行更多的股票的话 到头于一方面 飞水流的未人铁 另外一方面呢 容易分散公司的控制权 所以我们说 权益资本的来源 主要靠保留言语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利落流从 或者叫流从收益 衰退阶段的资本来源 主要靠负责 第一五个特征 是鼓励分配政策 我们说在倒入期的时候 鼓励分配呢 通常是采取不分配 成长期的时候是分配率很低 成熟期的时候呢 分配率高 衰退期的时候 应该是全部分配 所以从鼓励分配上来看 应该是由手到多 就是由不分配 手分配 多分配 和全部分配 这样一个发展变化 为什么 前面我们就讲到 鼓励分配政策的时候呢 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这抖入阶段 你不分配 那给股东回报 之后靠什么 靠股票价格上涨 那么成长阶段的时候呢 公司面临许多的投资机会 公司又发展壮大 所以有利落的时候呢 优先满足 追加投资 所求的股权支付 然后呢 满足这个以后 我们是有剩余的话 再考虑给股东配发 所以呢 应该是首分配 在成熟阶段的时候呢 公司 所在市场业和所在产业也好 我们说增长率都在下降 整个行业产业 蛋糕不再做大了 所以 公司在现有产业当中 维持用盈的话 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 所以呢 有利落的时候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股东分配 第一 六个特征 叫价格比上盈余倍数 价格比上盈余倍数 就是我们实际工作大多数 所讲的市业率 市业率 就每股市价除以每股收益 叫市业率 那么我们说 从市业率的变化情况来看 市业率呢 应该是由高到低 这个我们也可以结合实际工作 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国家 股票市场方程什么 创业板 中小板 还有主板 主板 我们说创业板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是属于生命周期 哪个阶段呢 应该是属于倒入阶段 所以创业板上市公司 市业率是非常高的 就每股市价 每股市业率倍数非常大 那么中小板上市公司 大部分是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 那么中小板上市公司呢 市盈率水平也是高的 只不过我们说 创业板非常高 中小板高 那么主板上市公司 就是我们所讲的 大部分的公司 都处于成熟阶段了 成熟阶段了 成熟阶段的公司 所见的上市公司 那个市场 我们一般成主板上市公司 那么主板上市公司 既然是处于成熟阶段 所以它的市盈率水平呢 往往是达到中等水平 那么这衰退阶段的时候呢 市盈率水平很低了 第一七个特征 股价 我们所处于创业板上市公司 也就是斗路期上市公司 一上市以后股价呢 凶速增长 凶速增长 那么这成长期的时候 股价呢 增长并波动 那么这成熟阶段 也就主板上市公司呢 股价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那么这衰退阶段的股价 是下降并波动 这是关于生命周期 这四个阶段的一些建议特征 就围绕这七个方面 有求同学们在理解基础上 有助于选择体 那么我们结合上一张表 我们进一步的明确 在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我们说他的财务战略选择 测读于从财务战略的角度来讲 讲什么 讲三个问题 一个是讲他的资本结构 一个是讲他的资本来源 一个是讲他的鼓励分配政策 那么这张表重吹 是属于刚才我们所讲的 上一张表 我们进一步的提炼 进一步的提炼 也就是说 把建议特征当中和财务战略 有关的一些内容 我给它剥离出来 分离出来 形成的一张表 其实这张表 刚才讲了 也是以上一张表为基础 把一些注定内容 与财务战略有关的内容 给它剥离出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对上一张表 理解的话 那么这张表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只不过我们是 这张表是要突出什么 突出财务战略当中的几个作用特征 一个是围绕他的资本结构 也就是资本构成 一个是围绕他的资本的主要能源 一个是围绕他的鼓励分配政策 这个内容呢 就上一张表 熟悉的话 这张表简单看一下 以后考试的时候 主要是为了这些特征来考读 下一边我们请大家看 间谍理题 间谍理题 说近年来 人们不断增加的 对介绍水域的需求 催涉了越来越多的 绿水壶生产企业 目前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的性能 资料大体相同 鼻子之间 为了增多客户呢 展开了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行业规模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任何一个企业想扩大市场份额 都十分的困难 顺便什么 顺便市场已经饱和了 所以下来各项中 属于目前上市企业 属于建议特征的事 那么大家看一下 关键词 产品的性能 资料大体相同 而且竞争的 主要打了价格战 而且行业规模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个蛋糕呢 已经达到前所未有水平 现在做大不做大了 不做大了 而且 我们说任何一企业 有扩大市场份额度 是分控的 难度非常大 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由此这些特征可以判出来 我们说判断出来 应该是处于生命中期哪个阶段 我们说是属于成熟阶段 成熟阶段 那么我们说成熟阶段 有哪些建议特征呢 A 建议风险非常高 我们的建议风险非常高 那是属于导入阶段的特征 B 价格由于倍数非常高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适用率非常高 这也是属于导入阶段的特征 C 具有中等的股力分配率 中等的股力分配率 我们说在成熟阶段 股力分配率怎么样 我们说不是中等 我们说在成熟阶段的时候 建议风险和财务风险 达到中等的程度 从股力分配率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较高的股力分配率 应该是多分而不是中等 所以选下谁是错误 第一 资金来源保留盈余加责务 就是说这个资金来源和资宝来源 是保留盈余和负责并重 并重两个方面都有结构到 对不对 这是对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的选项 我们应当是选择D 下一题 甲公司是一家互联网 叫车平台公司 目前仅仅处于培育客户的阶段 培育客户的 该公司通过支付大量的营销费用 来培养客户通过互联网 叫车的一个习惯 下的各项中 属于甲公司现阶段 经营特征的一个 那么我们看 这个互联网旧车 这个行业 目前是属于生命中期哪个阶段 所以目前经营处于 培育客户阶段 而且要支付大量的营销费用 来培养客户 习惯于通过互联网的 就车这样做习惯 培育客户的阶段 所以我们说 这个阶段 应该是属于生命中期 哪个阶段呢 我们应当理解成是 导入阶段 那么作为导入阶段 有哪些经营特征 经营风险非常高 而财务风险非常低 对不对啊 是对的 倒入阶段的阶原风险 非常高的 反向打赔 那财务风险 经营非常低 对的 B 就中等的鼓励分配率 对不对 不对 我们说 倒入阶段 应该成就什么 不分配 成就不分配的 鼓励风险 所以是错的 所以 价格 由于倍数非常高 就失业率非常高 对不对 对的 第一 主要的资金来源 是风险资本 对不对 我们说是对的 因为在倒入阶段 我们的资本 购成来源 主要靠权益资本 股权资本 而股权资本 主要是要靠什么 要入分头 要入风险资本 所以这个体 正确的选项 应当是选择ACD ACD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看第三点 经营风险 有财务风险的 四种匹配方式 经营风险 财务风险 怎么来匹配 有四种方式 首先我们看 经营风险的大小 是由特定的经营战略来决定的 财务风险的大小 是由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的 他们共同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总风险 前面我简单的和同学们谈到了 说作为一家公司来讲 我们说它的总风险 通常是由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两部分叠加而成的 一讲到经营风险 什么叫风险 我们的风险就是指不确定性 就是指波动性 那具体来讲 什么叫经营风险呢 简单来讲 经营风险就是指在 企业的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由于影响经营上的一些因素的波动 比如说产品的产宝 产品的价格 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收获服务 那么这些优素变动 当然还包括产品修售量的变动 那么这些优素的变动 引起什么 引起经营活动当中的 经营利润 或者就吸税且利润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经营风险 所以经营风险 就是强调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影响经营利润的一些因素 波动带来的 做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这就叫经营风险 我们说经营风险是客观重在的 不管你在哪个产业 哪个好业 从事经营活动 总是重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 只不过我们说 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产业 它的经营风险一样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在房地产行业的经营风险 和从事商业批发和零售的经营风险 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房地产行业的经营风险更大一些 一般的商业批发零售企业的经营风险 相对的一较小一些 所以我们说 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的经营风险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 你选择在哪个经营领域 或者选择在哪个产业从事经营活动 这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这就回到我们第一招成就讲到的 由公司的总体战略来决定的 总体战略 或者就公司层战略 实际上讲的就是经营战略 决定你在哪个产业哪个好业 从事经营活动 所以我们的经营风险大学 是由特定的经营战略决定的 那么这里讲到的财务风险 这个财务风险大家注意了 这里我们所讲到财务风险 实际上是指狭义的财务风险 加了我们在旧财第六扎 我们讲到风险阻力的时候 还有加财务风险 在第六扎所讲的财务风险 是个广义的财务风险 而我们这里所讲的财务风险 是个狭义的财务风险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大学有什么来决定呢 当然是由这个公司的资本结构 或者财务结构决定的 你满足企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本 你全部是靠股权资本呢 还是全部靠财务资本呢 还是一部分是财务资本 一部分股权资本呢 很明显 你资本结构大多 你负责程度越高 你未来的环保负息的压力就越大 也就算你的常债风险 财务风险就越大 所以作为一个公司来讲 你的总风险是由静业风险 财务风险两部分叠加而成的 那么如果静业风险 我们分为两个位级 高还是低 财务风险呢 也分成两个位级 高还是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形成了四种搭配方式 四种搭配方式 双高 就高的经验风险 与高的成物风险相比配 双低 就是低的经验风险 和低的成物风险相比配 还有呢 第三种第四种情况 反向搭配 就高的经验风险 与低的财务风险 或者是低的经验风险 和高的财务风险 匹配 所以总共有几种匹配呢 有四种 那么对于这四种匹配方式 大家要理解它的含义 理解它的含义 要注意选择题 首先我们请大家看双高 就要高的经验风险 和高的财务风险 如果匹配的话 匹配的结果 就具有很高的种风险 你比如说 法地产开发公司 我们给大家讲了 你所在的法地产行业的 经验风险非常高 如果你的法地产开发公司呢 你的资本来源 主要是靠银行借款 或者发行证券 也就主要靠 财务融资的话 那说明你的成物风险 也非常高 这就是属于高的经验风险 和高的成物风险相比配 结果怎么样 你的总风险很高 那么我们说 这种匹配方式 不能够同时符合 股东和这一群人的要求 不符合 那么主要不符合谁的要求 我们主要是不符合 这一群人的要求 这一群人是希望 这一群到期的时候 能够安全的收取利息 收回本金 所以你现在 这样一个总的高风险 这一群人不能够接受 当然我们说 作为股东当中的分头 就是风险投资者 他是追逐风险的 他希望高风险 能够给他再来高的回报 所以我们说 分头能够接受 这一群人不能够接受 所以这种打派 不是一种现实的打派 不能够这两个 主要利益相关者 同时接受 不是一种现实的打派 那么第二种打派 是反下打派 就高的经验风险 低的成功风险下匹配的话 匹配的结果呢 总风险是总体程度的 可以使总风险达到 总体程度 那么这种匹配 我们才能够同时 满足股东和正确人的期望 也同时满足这两个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所以这种打派 是一种现实的打派 第三种 低的经验风险 和高的成功风险匹配 匹配的结果 总风险也是达到 中等程度 那么我们说 这种匹配呢 也是能够同时符合 股东和正确人期望的 一种现实的打派 是可行的 第四种是双低 低的经验风险和低的成功风险 匹配 我们的匹配的结果呢 总风险是最低的 总风险最低 那么这种双低的打派 也是不能同时满足股东和正确人的期望 主要不能满足谁的期望呢 主要是不能满足股东 也就是满足权益投资人的期望 也是一种不现实的一种打派 大家说 为什么不能够满足股东的期望呢 因为我们说 从股东的交通来讲 只要我介入直接利息率 小于我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 我介入直接利息率 如果小于我项目 投资回报率的话 那么这个股东 总是希望呢 提高负责程度 就是说利用负责筹的财务尬杆作用 投资的假就利用别人的钱为我赚钱 所以作为股东的一家 总是希望提高负责率的 但是负责率提高了 这群人承担的风险就大了 所以这群人不能够接受 股东怎么样 愿意接受 因此我们说 你这种低的经验风险 和低的财务风险下比较的话 这群人可以接受 股东的认为 风险虽然加低了 但是我们说 不能很好利用负责筹资的财务尬杆作用 提高这个股东的投资回报率 所以股东不干 所以它不是一种现实的搭配 这次关于这四座搭配方式 大家理解基础上 注意选择题 好了 下边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经典的题 说以 自雷水集团公司 是B市市政府所属的国有独资的特大型企业 是一家自雷水公司 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 该公司负责 B市的民用自雷水的供给业务 近年来 该市的民用自雷水需求量是比较稳定 需求量稳定 它是一家国有独资的自雷水公司 主要是提供了民用自雷水供给业务 它面对的市场 面对的客户 这个自雷水的需求量比较稳定 顺便什么 顺便它的经典分析小 所以自雷水集团公司 主要通过一下银行贷款 取得更新供水管线 所修之间 也就是满足经典活动 所修的资保 左扣什么左扣银行贷款 左扣负责 说明了财务风险高 所以该公司财务风险与经典风险的打配属于什么 很明显这个题很简单 应该是属于低的经典风险和高的财务风险的匹配 所以我们是应当选择C 反项打配 低经典风险与高财务风险的匹配 所以选择C 这是我们以上的给同学们介绍的 就关于财务战略选择当中 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模式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财务战略选择 重点是掌握前面我们给大家归纳的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 它的一些经典特征 这是这个模式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下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 第二个财务战略选择模式 就是叫基于创造价值 增长率的财务战略选择 那么这里谈到创造价值 增长率的财务战略选择 那么这个内容呢 其实和我们财务承拨管理 所讲到的相关内容呢 是比较密切的 那么我们在学习财务承拨管理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个公司的财务管理目标 是什么呢 我们说一个公司财务管理目标 追求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也就是追求的是为股东创造财富 那么我们说到一个公司的 股权投资质报不变 也就股东在公司的投资质报不变 同时财务的价值不变的前提条件下 那么我们说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 公司价值最大化 就倒投于为股东创造的财富了 那么我们讲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假设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说整个公司的市场价值 等于什么呢 整个公司的市场价值 是等于股权的市场价值 加上财务的市场价值 因为公司又有的资本呢 既包括财务资本 也包括股权的市场价值 就等于股权市场价值 加上财务市场价值 那你想 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加了 而其中财务的价值是不变的 也就等于财务的增加 这等于两个的话 那不就等于整个公司的市场增加值 就等于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增加了 而股东权公司的投资资本是不变的 也就股东权公司没有追加投资资本 所以股权市场价值的增加 就抖头于为股东创造财务了 因此呢 我们人又想为股东创造财务 核心问题是小方设法 如何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 而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 什么来测算呢 我们说一个公司 市场价值借代来讲 就是基于这个公司 在持续建议的前景条件下 持续建议前景条件下 这个公司未来每年的 经济增加值 在持续建议的前景条件下 未来每年的经济增加值 每年的经济增加值 大家说什么叫经济增加值呢 我们说经济增加值 也凑着就经济利用 经济利用 按照什么呢 按照公司的家权平均资本厂保 家权平均资本厂保 我们说这个家权平均资本厂保 就导头一是把公司的股权资本厂保 债务资本厂保 给算个家权平均就数 或者说导头一把股多要求的报酬率 和正确要求报酬率 算个家权平均就数 以它呢 作为一个折卸率 做一个折卸率 把未来每年的经济增加值 折合成零食店的限制加起来 这就叫公司的市场价值 所以我们说 在公司的家权平均资本厂保 如果假设不变的话 那么你未来每年的经济增加值越多 也就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越多 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大 在刚才的两个假设前提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股权的市场增加值就越大 就到同一位股东创造财富了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讲 谈到个概念就经济增加值 我们说也就经济利润 这个经济利润和我们会计上 所讲的会计利润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计上一讲到利润 指的是会计上的净利润 净利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说它是依照企业会计重则 确认你的会计收入 解去你会计上的长保费用以后 就会计学上的净利润 而这里所讲的经济增加值也就经济利润 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 就是由经济学打造的经济收入 解去经济学上的长保费用以后的差额 就经济利润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细节呢 我建议大家不要想那么多 也就这个问题呢 有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考试过程当中不考虑 不考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经济考试就不再给大家展开了 不再展开 主要是把一些基本含义能够搞清楚 然后注意学责题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就在这个模型当中呢 谈到第一个是卸经的状况和价值的创造 就是说公司在经济活动过程当中 你遇到的问题是个资金短缺问题 还有个资金的剩余问题 我们就在当中把它称之叫卸经的余缺 卸经余缺 就卸经短缺呢 还有卸经剩余呢 还有卸经平衡呢 我们说这个卸经的余缺情况 主要是取决于企业的 这个实际的销售增长率 与什么 与可持续增长率 这两个增长率的比较 那么这里讲到的概念 叫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说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又是我们学习财务承保管理 第二章的时候说谈到的概念 那么这里对于这个指标 这个概念我们也不详细说 不从这个财务承保管理角度 来给大家解读 如果大家学习财务承保管理的话 这个概念不用我解释自然清楚 如果没有学财务承保管理的话 这个概念如果我再解释的话 大家不太理解 所以我想了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就不用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去解读它了 解答来讲我们是什么就可持续增长率呢 解答来讲我们是所谓的可持续增长率 就是指企业 现有的经营业务 现有的经营业务 在维持现有的经营业势力 财务政策不变 而且不从外部股权 融资前提条件下 现有的经营业务呢 给你带来的现金流量 能够推动 销售增长率最大比率 就叫可持续增长率 所以解答来讲我们说 可持续增长率就可以理解成 是企业现有的资源和能力 可以推动这个最大的销售增长率 你比如说 我们测算出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多高呢 比如说10% 我们在做题过程当中的可持续增长率 会直接给我们的 不让你算 比如说我勾给你可持续增长率是10% 那么假如说 企业的实际增长率是多高呢 15% 那么你的实际增长率高于你可持续增长率 说明什么 说明你在增长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所遇到的左问题 就是一个现金短缺 或者叫资金短缺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现有的经营业务能够推动的 就现有经营业务跟代理的资金来源 能够推动的销售增长率最大的增长幅度都是10% 可是你现在要实现15%的增长率 你的实际增长率高于你现有经营业务能够支撑的增长率了 多出来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超高速增长 那么超高速增长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现金短缺问题 反过来 假如说 你可持续增长率是10% 你现在的实际增长率是8% 你实际增长率低于可持续增长率 也就是你实际的增长率小于你现有经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 能够支撑这个最大增长率 那么意味着你现在的增长是缓慢增长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个资金剩余问题 或者就现金剩余问题 第三个是就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就是你的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 就像刚才所讲的可持续增长率10% 你实际增长率也是10% 也就是说你实际增长所需要的资金 和现有经营业务能够给你提供的资金支持 是匹配的 是平衡的 这就叫平衡增长 是一种现金平衡 这是关于现金余缺 受于短缺 怎么理解 就拿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 这两个指标做比较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同学们能够判断 是到底是现金受于还是现金短缺就OK了 第二个是价值状态 就算目前你是帮助企业创造价值的 还是节省价值 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 我们说一个企业的市场增加值 就是把未来每年的经济增加值 按照企业的家缺 贫助自保 贫着自保 财保 就是说用你的投资自保怀报率 解去你的价值 贫助自保 财保 他两个差额 超于你的投资自保 这就是你的经济增加值 所以我们说 如果投资自保怀报率 大于你的价值 贫助自保 财保的话 比如说 你的价值贫助自保 财保是多少 12% 12% 假设呢 你的投资自保怀报率 假设是16% 你的投资自保怀报率 16% 大于你的价值 贫助自保财保 那么就意味着 你的经济增加值 大于零 经济增加值 大于零 就意味着 你的企业 这项业务 是为企业什么 创造价值 投资自保怀报率 大于 价值贫助自保 财保 经济增加值 大于零 说明你创造价值 如果你投资自保 回报率 小于的价值贫助 财助自保 财保呢 就意味着 你的经济增加值 是负的 经济增加值 负的 说明你是 解锁价值 所以我们将来 在做题过程当中呢 大家注意 这个投资自保 回报率也好 加缺 比如说自保 财保也好 这两个指标 也不会用你算 不让你算 题目当中 直接给你了 但是关键是 要求大家呢 知道 这到底是属于 创造价值 还是解锁价值 你能够判断就OK 这是我们讲 这个模式的时候啊 必须大家 应该搞清楚 现金多余 还是短缺 价值状态 创造价值 还回溯价值 你能够判断 那么 这次基础上 这就涉及到 相关的分析了 那么这相关分析当中呢 这就涉及到 现金短缺 就现金 受余 还是现金短缺 短缺 还是剩余 然后呢 我们说和 创造价值 还是解锁价值 这些匹配的话 有四种匹配情况 首先我们说 如果现金是短缺的 现金短缺的 但是 价值状态呢 一种情况是创造价值 一种情况是解锁价值 那么同样 如果现金是剩余的 现金是多余的 从价值状态上来讲 也有两种 一个是创造价值 一个是解锁价值 这样的话呢 我们组合以后 就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创造价值 但是现金是短缺的 就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呢 我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 为股东创造财富 但是我的资金是不足的 那么 对于这种情形 你战略对策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 就是说 你设法要筹资呢 来追求这种高增长 因为你现在创造价值嘛 那增长率越高 那创造的价值 创造财富就越多啊 所以我们说 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 高增长所遇到的 现金短缺问题 核心是立足于筹字 第二种情况 解锁价值的现金短缺 就一方面现金短缺的 另外一方面呢 又是解锁价值 遇到两方面的问题 解锁价值 刚才跟大家讲了 解锁价值就意味着 经济增加是负的 你的投资质报回报率 是小于价值 平均长 另外一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现金短缺呢 因为我们在 见惯是结锁价值 但是你的企业 可能你的实际增长率 高于你可持续增长率 也就超过你自身 建源业务所需的 资金支持了 所以呢 你增长速度越快的话 那么那个价值 结锁的长度就越大 越大 所以对于这类业务怎么办 我们说这类业务 是最棘手的业务 应当通过重组 或者出售 首先对于业务继续重组 如果重组无望的话 那干脆就放弃就出售 以减少价值的减少 因为继续保留这块业务 维持下去的话 不断地要侵蚀 这个股多财富 或者是会减少价值 所以如果重组无望的话 那就干脆要放弃 出售 第三种情况 创造价值的 现金剩余 所以一方面 我是创造价值的 但是我现在 现金是多余的 既然是创造价值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说要 需要进一步提高 它的增长力 怎么能提高呢 就是把剩余的现金 或者多余的现金 用于最佳投资 以提高你的增长力 创造更多的价值 第四种情况 是解锁价值的现金剩余 所以现金是多余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 是解锁价值 就经济增加值是负的 就是我们所讲 投资自宝回报率 小于什么 小于你的价值 也别在自宝上 所以现在的问题 核心问题怎么办 由减贵的把解锁价值 转化为创造价值 就一方面 提高投资自宝回报率 另外一个方面 价格低你的价值 别多长保 减贵的使得 经济增加价值 由负变正 那么对于刚才 所讲的思索情况 其实我们在 这个创造价值 挣扎率 这个财务战略 举证当中 我们可以体现出来 下边我们看 创造价值 挣扎率 举证 也就是财务战略 举证 这个举证呢 要求大家比较熟悉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举证 那么这个举证的 横周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举证的 横周呢 反映的是 谢经是短缺的 还是剩余的 横左标 这个横周往左的话 就代表 谢经是剩余的 也就是谢经是多余的 如果横周往右的话 就代表谢经是短缺的 刚才跟大家讲 我们说谢经剩余也好 谢经短缺也好 根据哪两个指标的 比较来判断呢 我们说根据你的 实际增长率和 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讲了 我们说如果你的 实际增长率 大于可持续增长率的话 这就是谢经短缺 如果你的实际增长率 小于可持续增长率 这就叫谢经剩余 我们跟大家讲 这又会判断 会判断 那么重座标 重座标 反映什么呢 重座标就是反映 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是创造价值 还是节奏价值 创造价值 还是节奏价值 重座往上 就代表你的经济增加的 大于零 经济增加的大于零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投资质报回报率 是大于你的 加权 贫着质报 长版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属于什么 创造价值 重座标往上 就是创造价值 那么重座往下呢 就代表的是 经济增加的为负的 也就算你的 投资质报回报率 是小于加权 贫着质报 长版的 你是节奏价值 这个也是 刚才跟大家讲了 你会判断 就是关于 投资质报 回报率也好 还是加权 贫着质质报 长版也好 做题的时候 会直接给你 你能够判断 它是创造价值 还是结束价值 就OK了 这样的话 我们说 这个据证当中 就分成什么 分成四个下限 四个下限 右上角 这叫第一下限 左上角 这叫第二个下限 第一个下限 我称的叫 增值行 写金短缺 那么第二个下限 就增值行 写金剩余 依然是创造价值 所以是属于增值行 但是怎么样 写金是剩余的 第三个下限 就据证图的下半部分 第三个下限 是解锁价值 但是写金剩余的 所以第三个下限 因为我称之 就解锁行 写金剩余 解锁行 写金剩余 那么再看 第四个下限 依然是解锁价值 但是写金短缺 所以第四个下限 业务称的 就解锁行 写金短缺 那么你知道了 四个下限 业务含义 或者是知道了 四个下限的 业务名称之后 重点 有注意 结合我们下边 要讲到这个表 重点要求大家 掌握他的战略对策 战略对策 你分别对于这四类业务 程序什么样的战略对策 首先我们请大家看 第一类业务 就刚才所讲 第一个下限 叫什么 叫增值型 现金短缺 刚才给大家讲了 你得会判断 这个业务是属于什么业务 我们如果投资 资宝回报率 大于加价 贫序 资宝 这就是增值 如果实际增长率 大于可持续增长率 这就是现金短缺 那么这个业务 就属于 真正现金短缺 那么对于 这类业务 程序什么战略对策呢 首先我们讲 我们要判断 你这种高增长 是个暂时性的高增长 还是个长期性的 不可逆转的高增长 我们说如果这个高增长 是个暂时性的高增长 也就这种高增长 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这种暂时性 高增长 所遇到的资金问题 它就不是个战略性的问题 是个战术性的问题 那么也就 主要通过什么 主要通过短期借款 来解决 这种暂时高增长 所求的资金需求 我们说如果这种高增长 是一种长期的 持续的 不可逆转的高增长 那么它所遇到的资金问题 那就必须是从战略的 高度上来解决 那么怎么从战略 高度上去解决呢 这就讲到它解决的途径 解决途径 这个解决的途径 如果结合我们财务长保管理 第二章的话 我们说要想 要想 解决高增长所求的资金需求 那你想 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提供可持续挣扎率 提供你现有业务的 可持续的挣扎率 因为我们讲 什么叫可持续挣扎率 可持续挣扎率 就是现有的经营业务呢 产生了限界流 能够推动或者支撑了 你一个最大修行增长 所以我们说想发设法 要提高的现有经营业务 对你这个修行增长的 支撑的力度 那从成务承法管理角度来讲 你怎么去提高可持续挣扎率呢 我们说一个途径是什么 提高你的经营效率 提高你的经营效率 比如说提高你的 税后的经营利落率 比如说提高你经营资产 就减经营资产周转率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改变你的财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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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较低股力支付率 增加利落流传比率 还有一个就是 增加负债融资 比如说增加借款 或者发行借卷 因为增加负债融资的话 就到同于通过负债融资 可以筹击到高政策所求之间 这是一大途径当中 提高可持续挣扎率 可持续挣扎率下面 具体就包括提高建议效率 和改变财务政策 这是一大途径 另外一个途径呢 就增加权益资宝的筹集 就增加股权资宝的筹集 增加股权资宝的筹集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通过外部视察 去蒸发普通股 通过外部视察 去蒸发普通股 另外一个是什么 收购 结并 泄金流企业 就通过变购这种方式 去收购 结并 经流类企业 因为泄金流企业 它的泄金流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呢 你通过变购的方式 收购了这些泄金流企业 就拥有了泄金流了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讲 说你结并的泄金流企业 你怎么去变购人家 你自己不是资金有短缺吗 你哪有钱去收购人家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因为我们说收购的泄金流企业的话 这个作为变购过程当作支付的对价 我可能是以泄金来收购的 也可能是以股权之坏的方式来收购的 也就也可能是用泄金 也可能用非泄金方式 所以我又对对方这些并购的话 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要支付泄金 这是关于第一个消息 这些泄金短缺 解决高增长所求的泄金怎么办 大家注意逻辑结构 一个就是提高可持续增长率 具体两个途径 提高建议效率 改变财务增长 另外一个就是筹集权益资本 筹集权益资本 就包括通过外部市场去蒸发普通股 以及并购泄金流企业 找不到这个程度就OK了 就不要往下再分解了 没必要了 再往下就太专业了 就相当于讲的财务管理大多 内容就太专业了 没必要 到这就打住了 然后我们再看 第二个相线 刚才我们讲了 本身它是创造价值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资金是剩余的多余的 所以他的战略对策当中 核心问题怎么办呢 小方设法把多余的泄金给使用 那么怎么把多余泄金使用呢 具体对策一 就是加速成长 加速成长 因为透过加速成长以后 我们是可以把多余的泄金给使用 当然加速成长 也就是我们所讲 要想把企业发展壮大的话 前面我们在第一节 讲到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的途径 其中就讲到什么 内部发展 还有一个是什么 外部发展并购 所以要想加速企业成长 首选的是什么 内部投资 也就是我们所讲内部发展 比如说 购建固定资产 建造厂房 购建设备 也就是生产线 然后呢 购买无限资产等等 可以把这个企业的规模 做大做强 另外一个是通过外部发展并购 就是并购一些合适的 被并购企业 这样也可以帮助企业发展 抓到 所以这两个发展途径 都可以一方面实现企业的 加速成长 同时也可以把多余的资金 给使用 那么第二个 如果是结果加速成长以后呢 依然有泄金剩余 也就是泄金依然是多余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加速成长以后 如果还有资金剩余的话 那就应该是分配的 受益现金 分配受益现金 怎么来分配 一方面 我们是增加了 泄金股利支付 也就增加了 对股东的泄金股利的 分配比例 另外一种方式 也可以选择回购 从股东手中 回购股票的方式 把这个资金 规还给股东 所以大家够接触 收取的是利用 受益现金加速成长 如果加速成长以后 依然有现金 受益的话 那就要把 受益现金进行分配 一种呢 就是增加现金股利支付比例 另外一个是 从股东手中 以回购股票的方式 把资金规还给股东 这是第二个下线的 战略对策 第三个下线 就是我们所讲的 结束型泄金胜利 这个结束型泄金胜利 就是说从资金 从泄金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很充裕 但是现在核心问题 是什么呢 是价值解锁 价值解锁 也就是它的经济增加 是负的 所以对于第三类业务 我们再来对策 核心问题 是如何把价值解锁 转化成价值创造 也就是说把经济增加 由负的变成正的 熟悉的对策一 是什么 对策一 就在家缺 平中 资报 潮报 不必的协体 条件下 我们说提高 投资 资报 回报率 就可以增加 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 就有可能 由负的变成正 所以 收取的对策 就提高 投资 资报 回报率 就提高 投资 回报率 第二个措施呢 第二个措施 就是较低 加缺 平中 资报 潮报 较低你的 加缺 平中 资报 那么在 投资 资报 回报率 不必的情况下 如果加缺 平中 资报 潮报 加低了 也会增加 你的经济增加值 也有可能 会使经济增加值 由负的变成正的 由价值 解锁 转化为 创造价值 第三个 如果说 这两手抓 两手呢 都不借效果 就是一方面 我提高 投资 资报 回报率 另外一个方面 我加低 我的下缺 平中 资报 但是依然 经济增加值 是负数 依然是 结送价值 那算命什么 那算命 这个业务呢 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那怎么办 应当说 放弃 这个业务 也就对这个业务 承许放弃战略 应当是出售这个业务 单元 这是关于 解锁性现金 剩余的三条战略对策 大家要熟悉 那么 第四个向性 就第四个业务 我们说 是属于解锁性现金 短权 我们刚才讲了 他遇到问题 是最棘手的 一方面呢 是价值解锁 是回送价值 另一个方面呢 资金 或者卸金 又是短缺的 那么对于 这类业务 我们说 战略对策 有两条 有两条 第一条是什么呢 第一条是 说这个业务 所在的 外部环境 所在的产业环境 或者所在的市场 仍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 完全是来自于 这个业务本身 导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外部环境 良好的一些 体调节下 由于自身原因 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我们说 最好 对这个业务 有这些什么 有这些彻底的重组 对业务 这些重组 对责务 这些重组 这个重组就包括 业务重组和责务重组 那么我们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完全是来自于什么 所在的行业 或者所在的产业 你比如说 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 现在进入到哪个阶段 衰退阶段了 是整个产业 衰退给你带来的 这大事是 不可逆转的 那么 关口企业内部重组 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果断的 采取什么放弃战略 也就是出售 所以呢 这个有判断一下 是整个行业 衰退给你带来的 还是业务 自身原因要导致的 如果自身原因要导致的 有这些彻底的重组 包括业务重组 包括责务重组 如果是说 这些行业 整体衰退带来的 那应当是彻底出售 就彻底的放弃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财务战略剧症当中呢 这个财务战略选择当中 第二个部分是 就创造价值 增长率的财务战略剧症 这四个下限 你能够判断 同时 主要掌握的是债务战略对策 有助于选择题 下边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看 经典立体 说财务市 某年的 投资回报率是5% 销售责扎率是10% 经过测算 财务市的 加确贫图资保长保是8% 可持续责扎率是6% 那么在上述情况下 甲公司应当选择的财务战略有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务战略对策呢 我们给大家看 我们首先看一下 投资日报回报率5% 小于什么 小于这个加确贫图资保长保8% 我们说这两个指标 的比较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经济增加值是负的 经济增加值是负的 是属于什么 价值解锁 就是属于我们的财务战略 剧症的下半部分 属于第三个下限 或者是第四个下限 是吧 修售增长率10% 高于可持续增长率6% 我们在这次属于超高数增长 遇到了问题 这个现金短期问题 还是现金色域问题 我们当然是属于现金短期问题 现金短期问题 想想的矩阵图 是左半部分还是右半部分 我们的应当是右半部分 右半部分 也就说涉及到第一个下限 或者第四个下限 一四下限 而刚才呢 价值状况是属于三四下限 交集 这个业务是第一几个下限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第四个下限业务 叫什么 叫解锁型现金短期 刚刚我们讲到第四个下限 解锁型现金短期的战略对策 有几条 我们说有两条 一个是彻底的重组 一个是出售 选择A和D A和D B 改变财务政策 我们的改变财务政策 有助于提高可持续挣扎率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 第一个下限的战略对策 就是政治性现金短期的战略对策 C 提高投资自暴回报率 我们的提高投资自暴回报率 有助于讲经济增加 有负变财 是吧 有价值解锁 改为价值创造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 第三个下限 解锁型现金授予的对策 所以应当是选择A和D 这是我们以撒 给同学们所介绍的 职能战略当中的 第六个职能战略 就是财务战略 所涉及到的作为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新转发 打赏